上一次也就我们讲过了一句一个大圆满的一句话 大圆满的一句话就是赤罗的觉知 赤罗的觉知 觉知呢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 心的本心光明啊 佛心实际上这一个意思 赤罗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个人就是意识不光 这样子的时候 比如说人的这个身体皮肤什么都可以看得见的 我们的这个可见光知识不能看到骨头 其他方面都可以外表都看见 同样的就是没有这个意识 这个意识离开了以后呢 然后就剩下的是什么呢 剩下的就是心的本心 心的本心 那这个在大圆满里面呢 就是叫做赤罗的赤罗的觉知 然后这个禅宗呢 他讲他讲是讲什么呢 就是说若眼看信 这行是什么 这里面讲的信 如果有了这个信 还在还不能突破 那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不是赤罗 不是赤罗的觉知 后面呢 还有一层很厚很厚的 这个意识层 因为有了这个很厚的意识层 那我们没办法看到它的 这个背后的它的本质 所以这些都是 他们都在讲不同的方法 不同的语言 实际上就是在讲一个内容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若眼看信 如果我们说要看信 那么就是会能大师说 没有用的 看信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不会有什么成果 看了信 不会有什么成果 为什么没有成果呢 那信不就是汪年吗 看往年有什么用呢 就这意思了 所以呢 大员们也就是说 一定要看到赤罗的这个 本质或者觉知 意思就是说 不要带有任何的 这个念头 就是要直接看到 没有念头的 非常纯净的本质 所以信愿实亡心 本来就是亡念 这是第一句话的内容了 那么这个我们在这个 一般的佛经里面呢 也有讲这个四不一法 四不一法 比如说以法不一人 那么这个当中呢 有一句话 四不一法 其中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一直不一实 就是说要依知慧 要依知慧 要依靠知慧 不要依靠 我们的这个意识 那这里面讲的 这个四不一法 当中的一个 其中一个内容 跟这里讲的 实际上就是一个意思 那我们看我们的心的表面 就是贪嗔痴 就是亡念 看它没有什么用 看不到它的本质 一定要突破 一定要突破 这就是让我们 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 最后呢 我们要争吾的话 那就是不要 不要停留在 任何一个 这个意识的层面 上的这个禅丁当中 无论是四禅八丁 或者是其他的什么禅丁 都是一样 只要没有突破了 这个心的这个层面 那都是没有用的 这是第一句话 然后第二句话 就是说 若眼看景 如果说我要看新的光明 新的本心 光明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说 你看广明 怎么看 什么是光明 他就是说 人心 本心 如果你要看这个光明的话 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本心呢 他确实是光明 确实是情境 确实是情境 为云香骨 覆盖真如 这是因为我们有云香 我们有云香 所以呢 他的真如 真如就是他的真相 也就是佛心 佛心 那佛心呢 其实是有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佛心 包括任何一个动物 凡事有情感的生命 他都是有这个佛心的 都是有佛心 但是呢 因为这个佛心的外面呢 就是有一个很厚很厚的 很厚的这个意识层 意识层 然后这个意识层 他就覆盖了 这个他的本心 所以我们就是一直都 就是突破不了 我们的一般的 我们的意识 我们的智慧呢 他是不能穿透 不能穿透这个很厚的 这个意识 意识的层面 然后这个意识层面呢 突破不了的话呢 那我们一直都在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智慧 我们的思考 全部都都在 这个意识的 这个反丑当中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突破的 他突破不了 他不突破的话呢 那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 看到他背后的 他的真正的 这个本心 看不到他的本心 这样子 所以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虽然是有 但是看不见 历亡年 本心静 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亡年的话呢 那才能够看到这个本心 因为这个本心 它本身就是情经的 不见自新本情 那么你刚才说了 你要看心的广明 那么你说的这个 所谓的心的光明 是什么呢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的 本心 原有的这个光明 是不是这个呢 如果是 好 那如果是这个 那你必须要对 这个证物 必须要对证物 不见自新本情 那这个就是必须要 要看到心的本心 本情 真无 如果真悟了 如果真悟了 如果真悟了以后呢 你说 你要看心的本心 情经或者光明 可以这么讲 可以这么讲 这个话是没有错的 这话是没有错的 真悟了以后呢 你可以说 看光明 看本情 看本来情经 等等 都没有问题 可以这么说 但是如果 没有真悟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还没有真悟的时候呢 自己给自己的餐厅 贴一个标签 我要看光明 我要看本情 那么就是说 不见自新本情 那这个时候 你还没有看到 这个自新的本情呢 性气 堪净 然后呢 你就是 去了一个 年头 我要看本情 去了一个年头 那这年头 本身就是不对的 本身就不对了 这年头 性气 堪净 那么 这个本情呢 实际上 你去贴一个标签 这个去贴标签的 这个念头呢 它就是网像 确胜 确胜 金王 它是一个带什么样的 这个 是这个本情的 以本情的名义 以清经的名义 以光明的名义 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念头 实际上 实际上它就是年头了 实际上就是亡年了 实际上就是亡年 所以 看 信 期 堪 井 雀 生 静王 静王 静王是什么呢 静王就是说 实际上就是亡年 但是呢 这个亡年呢 它就是清经 拼经 这样子的名义 出现 以这样子的名义出现 而不是以贪嗔痴的名义出现 而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 各种各样的扎年的 这个名义出现 它是以光明的名义出现 但是它光明的名义出现 它本身是什么呢 是光明吗 不是光明 它就是亡年 就是亡年 所以 这个特别的重要 就是 这些 这些谈经里面讲的这些 就是如果你们有机会 以后去听大圆满 大圆满讲的 除了这些意外 是没有别的 没有任何东西 它讲的就是这些了 所以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种念头 以光明的名义出现的念头 以空心的名义出现的念头 以大圆满的这个名义 出现的念头 实际上都是念头 都是亡年 都是亡念 这是它的名义不一样而已 实际上都是亡年 外面的宝庄不一样 里面的东西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的 这些亡年呢 它是以谈成吃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念头 扎年的 这个身份 或者是名义出现 那现在呢 换了一个名义 就是光明 佛心 大圆满 大收音 这样子的名义出现了 但是它不管是什么名义 它不管是外面的宝庄 是什么东西 内在就是这个 就是念头 那么反时念头是什么呢 忘物所处处处 亡 不就是刚才讲了吗 亡是不成立的 亡年是不成立的 亡年它最终 是不存在的 所以呢 亡物处处 亡年都是亡年 都是虚幻 都不珍视的 所以固执 看者 却是妄也 所以你说你要去看 实际上你这个看 去看这个本经 看清经 看本经 看佛心的这个念头 实际上就是亡年 它就是亡年 它就是不能有的 所以 没有争武的时候 没有争武的时候呢 就是以 这个禅丁的名义 以这个光明的名义 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念头 会出来的 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还不知道的 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什么呢 一般我们 比如说像修大远门 这样子的时候呢 当你还没有真正去实修之前 这些书是不能看的 不给你看的 为什么不能看呢 因为你看了书以后呢 你始动非动 地面的内容呢 你一个都没有证悟 但是呢 这些文字你 全都已经精通了 都已经 这些文字你已经都会有了 那么都会有的时候呢 你到时候实修的时候呢 你稍微有一点点这个心平静啊 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就把这些文字拿来贴标签啊 我现在证悟了 我现在这个是光明了 我现在是这个等等等等 所以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没有实修之前 最好就是不要看 不要去看这个大远门的书 这样子 那么禅宗也是一样啊 我们刚才 我们这次也不就讲了吗 实际上是最好是 真正实修的时候 这么去讲才是对的啊 不实修之前是 是是最好是不要讲啊 但是呢 我们应该是大家都是啊 应该是相修行的啊 这样子的这个佛教徒 而不应该是 停留在这个少乡拜佛的 这个层面上的啊 应该大家都是这个比较啊 相啊 这个修行的啊 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你们也就是啊 就是尽快啊 修四家姓 无家姓啊 提高自己的啊 这个根祭 然后呢 就去啊 去修这个禅宗的法啊 也是非常好的啊 暂时如果是我们找不到啊 来关丁啊 找不到这个将大远门大寿义 那就去修这个禅宗的法啊 已经是非常非常好了啊 已经非常好 所以这些是一定要修的啊 这这些这些这些法啊 让我们听而不修啊 那这样子的话 实际上啊 不仅仅是一个啊 这个啊 就是就是没有珍惜这个机会啊 实际上另外一个是 当如果这一辈子当中啊 我们如果有一天啊 很忍忍的去修的话 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那因为我们之前看的书太多了啊 太多了 这些这些这些词毁啊 全部都已经背下来了 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很山与铁表签啊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修行 对一个修行人来说啊 这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呢 这些法啊 这些法啊 听了以后呢 啊 一定要这个修特别的重要 然后呢啊 就下面就讲 静无心相啊 什么叫做静啊 什么叫做这个 这个啊 情经 情经 它本身啊 是没有任何的形象啊 没有任何的形象啊 情和不情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 知道什么呢 情和不情啊 然后就是这个 这个闪与不闪啊 心和知慧等等等等啊 这些全部都是而原堆里的啊 而原堆里的 然后呢 反思而原堆里的东西啊 在佛教里面叫什么呢 叫二渠 二渠啊 二渠 反思而渠啊 都是执着 都是执着啊 一定要原理他们 嗯 如果有这样子的 这个执着啊 有这样执着 那是没有办法 争武的 所以呢 而原对立的东西啊 实际上这个当中呢 没有一个是真实的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的意识啊 为了方便沟通啊 创造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名词啊 它实际上不是一个真相啊 不是真相啊 都是一些冥想 那这些二渊堆里的东西啊 这是景和不景啊 现在我们就是说啊 我的心的本性是情境的啊 而不是不情境的啊 这么去讲啊 为了方便大家的理解 如果用人类的一语言去讲的话 那就只能这么讲了 我们不能说 总不能说啊 你的心的本性什么都不是 不能这么讲啊 那就是总要就是降一个东西啊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只能说啊 心的本性啊 不是坦诚词啊 是情境啊 只能这么讲 但是这个情境呢 他也是二渊堆里 他也没有超过这个二渊堆里的这个凡仇啊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啊 佛教又想了另外一个名词啊 叫什么呢 叫大清经啊 大清经 我们平时都讲 大圆满 大中观 这大声音就 每一个后面都降一个大 啊 加一个大这个字啊 什么意思呢 嗯 是不是因为就是他自己是很高大上的呢 啊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啊 就是因为前面的这个清经和不清经 是二元对立的啊 然后呢 他把这个二元对立的东西啊 否定 然后意思就是说 他讲的这个清经呢 其实不是二元对立当中的这个情境 它是另外一个情境 所以呢 后面就加了一个大这个字是这样子啊 但是呢 如果我们是执着一直都执着这个语言的话呢 那不管是加了大也好 小也好 加什么也好 还是没有脱离这个二元对立啊 那么加了一个大清经 那不就是小清经吗 小清经 大清经 不就是堆里的吗 啊 所以呢 这样子就是执着这个文子的话呢 那就是永远都没有办法啊 知道他的本性 所以大圆满 大声音 所有所有所有 后面就加一个大 意思就是说 比如说你圆满和不圆满啊 啊 这些东西呢 都是堆里的 二元堆里的 所以就是为了否定这个二元堆里 后面加一个大 那么如果你听动就好了 听不动啊 那这个后面再加任何一个 加成千上万个啊 形容词啊 都是没有办法去表达这个意思的 如果再听不懂的话呢 没办法了啊 所以他就是让我们明白 他讲的这个清经 不是二元堆里当中的清经啊 就是为了说明这个 这个意思 后面就讲一个大 大情经 大空心啊 等等 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还是听不懂啊 还是认为这个大 是大和小的啊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还是没有脱离这个二元堆里的啊 啊 这个范畴 所以这样子 所以就是经常讲啊 佛经就是这样 语言啊 就是没有办法入实的去妙熟啊 这个真 这个真相 心的本性啊 原因 原因就是这样子 所以啊 就是说 静五行响啊 这个佛经讲的啊 静 情经啊 本经 是什么意思呢 没有任何心响的啊 这就是说 他根本就不是静和不经啊 感经和不感经啊 当中的啊 一个啊 他根本就不是这当中的一个 他是没有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 心响啊 静无心响啊 那么是他本身是这样子 但是前面啊 你将的这个经呢 实际上自己铁的标签 所以确立经相啊 想佛经讲的经是没有心响的 但是你现在呢 自己建立了一个啊 经相啊 你自己建立了一个这个经相 然后呢 还不仅仅是自己建立这样子的经相 还告诉别人 厌世功夫 说啊 这个就是啊 这个正无 然后呢 你在这个上面啊 下功夫 下功夫的话 那你就一定会解脱的 还别人 还还叫别人 这么去顾虑别人 这么去做啊 如果这样子啊 那这个后果是什么呢 做次兼证啊 就是吃这样子的简洁的人 观念的人啊 仗子本心啊 就是障碍了啊 就是证悟自己的本心啊 本心 因为你自己贴了标签呢 那你就是永远都停留在这个表签的下面啊 表签的下面 而且这个表签呢 它跟这个 它真正的 心的本本心啊 没有任何关系啊 这个表签呢 实际上 就在这个啊 意识的凡愁当中啊 意识的凡愁当中 那么你就是自以为是在修心啊 修本心啊 修这个啊 光明 但是实际上呢啊 就在这个啊 意识的凡愁当中 所以永远都没有办法证悟啊 所以这个就是仗子本心啊 就是障碍了啊 证悟自己的心的本心 然后却被禁服啊 有些时候呢 前面提到了一个叫做法服啊 就是法服啊 那么今天这里呢 又提到了一个禁服啊 意思就是说 反正啊 我们认为的这个空 我们认为的这个经啊 我们认为的这个光明等等等等啊 那么这些全部啊 实际上自己的往详啊 然后我如果我们把通过这个网向啊 达到一个没有网向的地步啊 把它作为一个果毒来用的话 是可以的啊 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酒精的啊 经节 最后的经节 这样子去砍的话 那么就是就不需要其他 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啊 就把你束缚了啊 就不能解脱了啊 就是精精的束缚在啊 束缚在这个啊 这个扎连和执着啊 执着当中啊 不能解脱啊 不能解脱 所以这个就叫做啊 就却被禁服啊 比如说我们一个念头啊 我们认为是一座山啊 或者是一条河 那这样子的念头 跟啊 清经这个念头有什么不一样呢 啊 本质都是一样的 这个一座山一条河 它是以一个世俗的东西的名义啊 世俗的名义出现的念头啊 然后这个笨经呢 以涅槃的名义啊 出现的往年啊 但是它实际上就是往年了 这都是一样的往年啊 一样的往年 所以呢 都是啊 束缚啊 都是把人束缚在轮回当中的啊 不能解脱的 这它的效果啊 啊 后果啊 都是一样啊 所以呢 就叫做禁服 呃 好 这个啊 当中啊 讲的是非常的啊 有意义了啊 大家一定要知道啊 我们这个对我们的实修是特别有有有有做有帮助的啊 有帮助的 我们啊 实际上这个拥的时候呢 啊 就是我们当我们去修行的时候呢 对这个修行啊 对我们自己的经节 那你就不要就人为的去贴啊 任何的去任何的这个标签啊 那这个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这个作法啊 对一个修行人来说啊 这是第二 然后呢 最后一个了 第三 若不懂者啊 这个呢 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啊 现在第三就是若不懂者啊 不懂啊 不懂啊 就是说啊 我们的心啊 平静啊 不要齐心动念啊 就是把心守住啊 守住 不要让他啊 参省啊 各种各样的念头啊 就心静下来啊 那这样就可以了啊 这就是禅定 如果这种观点啊 这种观点是什么呢 这种观点就是不懂啊 不懂 这里讲的不懂就是这个观点啊 那么这种不懂啊 若不懂者啊 它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 不见义其人国患啊 实际上真正的不懂是什么样子呢 不懂这个词啊 有正面的有负面的啊 有好的有不好的理解啊 那好的方面 正面的正确的理解是什么呢 比如说什么叫不懂啊 你比如说看到了一个人的时候啊 虽然是我们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人啊 但是呢 我们的意识呢 就是不执着啊 这个人像啊 不执着人像 不执着于人 燕金啊 实觉当中呢 出现了一个人的形象啊 但是呢 意识呢 他就敢 他就证悟了这个人的本质啊 无我啊 人的本质无我 那么就是这种无我的话呢 那在某种程度上啊 可以说他是一种不懂啊 这就是可以说是不懂 啊 嗯 若不肩啊 不肩一切人 国患 比如说出现人的时候呢 你也看不到人啊 然后也就看不到的意思 就不是说我们眼睛看不到啊 我们的执着啊 就不执着人啊 那然后呢 就更不执着这个人的啊 各种各样的这个国患啊 然后这些都啊 就没有这种这种啊 国患 然后自行不动 那么这个叫做呢 什么呢 就是自行不动啊 如果你说的不动是这种不动啊 那是对的啊 前面不就也讲过嘛啊 这个啊 这个谈经啊 谈经的这种研编的过程呢 就是跟一个蛮长的历史啊 有关啊 所以呢 这个当中呢 不仅仅是这个回弄大事啊 后来的很多很多禅师们 呃 架了很多东西进去了啊 游戏呢 地方呢 呃 架的就特别的啊 有意义的 比如说像这一段话啊 就这样的这个顺序啊 它是非常有序的 呃 比如说前面讲了这个 若眼看净啊 那这句话当中呢 它是怎么讲的呢 它说先讲啊 如果你讲的这个净啊 如果它是真实正确的净啊 那就是人心本情啊 那么这样子你这个是对的啊 但如果是网香啊 怎么怎么怎么样 那是错的 就这么讲的啊 然后后面的这个不动 他也是这样子讲的啊 这个讲法是一样的啊 这个顺序也是一样 他后面呢 就是说 如果这个不懂呢 啊 什么叫不懂呢 正确的不懂啊 就是说 不见一切人果还啊 自信不动啊 那这个是对的 如果你是这种不懂的话 那这是没有错的 如果你说不懂 实际上这个不懂是自己贴的表情啊 然后呢 没有达到这种表准的话 那你虽然说不懂 实际上你这个不懂呢 又是一个以不懂的名义啊 出现的一个懂啊 一个念头啊 实际上它就是念头啊 呃 呃 呃 身体是不懂的啊 身体不动啊 身体不动啊 大作很长时间身体不动啊 但是呢 开口即说人 实费啊 大作刚刚结束的时候呢 马上就开始讲人的实费了啊 不到一分钟就马上就看是谁谁都不对 谁谁都错啊 就是开口即说人实费啊 说人实费啊 那么这种人呢 他虽然是身体不懂啊 他大作很长时间三个五个十个八个小时啊 然后呢啊 自诚实啊 证悟了 到处都去公开宣布说自己证悟了啊 但是呢 证悟了没有 看看你在做什么说什么啊 就是说立即就就刚刚打坐完 没有几分钟的时候呢 然后马上就开始啊 就讨论啊 别人的长断啊 国实 开口即说人 实费啊 遇到违背 那这不就是遇到违背吗啊 如果一个真武的话就怎么可能啊 真武不就是不懂吗 不懂的话是辱辱不懂是什么呢 在不懂的境界当中呢 那就是啊 没有这些这个国患的啊 没有这些国患啊 那这就是说这个是意思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啊 这就是说我们啊 就是把这个六诸里谈经的这些词啊 都是呃 非常有意义的 我们要把这些词来衡量我们自己啊 不要去衡量别人啊 这个不能把这佛经的这些词啊 不能啊 就是作为衡量别人的啊 这个啊 东西表准 就是要衡量自己的表准 这样才是对的 所以啊 这就是卫白啊 遇到卫白啊 啊 啊 所以呢 这个前面我们啊 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这一般的佛经的讲法都是这样 先啊 他简单的啊 就狂加性的啊 就是说一遍 然后呢 就一个一个的结啊 一个一个的结识啊 然后最后呢 有一个归纳啊 一般的佛经都是都是都是这样子啊 都是这样子 我们很多很多的这像五不大伦啊 这些都是这样 他这个呢 呃 这这这几句话呢 完全是按照这个我们像五不大伦的 他们的这个妙述的这个方法 先是一个狂加性的啊 三句话 然后呢 三句话一个一个一个的结识 然后呢 一个一个结识的时候呢 他也是非常有规律的啊 然后先讲啊 如果你这个不懂 或者是你这个情境是正确的话 那应该是什么什么样子啊 这是对的 但是呢 如果你虽然你说是情境 你说是不懂 但是呢 啊 如果啊 是有事比如说啊 开口就是说人的是非啊 等等呢 那这个就不叫不懂啊 他是这样子讲啊 这个非常有规律的 然后最后呢 那他就把前面的全部要归纳一下啊 怎么归纳的呢 就是说堪行 堪行却是账道淫缘啊 那么这种啊 堪行啊 和堪金啊 都是账道 都是这个 都是这个啊 障碍啊 这都是这个对道 秀道的这个障碍啊 障碍的淫缘 这样子以后呢 他前面的全部归纳了一下啊 静机如实啊 这四个字呢 啊 这四个字 呃 是很多的 呃 啊 这个班本是没有的 这四个字啊 这四个字呢 很多班本是 是他 他很多班本当中 呃 没有 比如说像这个中宝奔呢 呃 他也是没有的 然后中宝奔的这个 呃 比如有一点点不一样呢 比如说啊 他的这个文字呢 稍微要多一点 比如说啊 善之师啊 若朽不懂者 胆见一切人时啊 就这么多了几个字 就是说 如果你见到人的时候啊 看到了人 但是呢 不见人的本质 也就是说没有知作啊 所以呢 不会有他的 不会讲啊 实费 不见认知师肥 善额果还啊 就多了几个字了 这个这个 呃 当中呢 这个 敦煌版当中呢 啊 就只有这个果还 啊 没有这个善额 然后呢 呃 即时啊 自行不动啊 那后面的呢 呃 对还有就是有几个字 又多了几个字 善之师 密人 深水不动啊 身体虽然不动啊 开口便说 他人是肥 长断 好额啊 啊 就这么几个 多了几个字啊 但是呢 实际上都是 都是啊 这个当中呢 已经都包含了 呃 内容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然后最后呢 呃 就是这四个字啊 啊 这四个字是 这中宝本 还有很多版本当中 是没有的 但是呃 但是这个 敦煌版啊 两个敦煌版里面 是有的 那两个敦煌版里面的字啊 嗯 这个 有一点点 不一样啊 啊 这个 敬即如实啊 这个 啊 这个 这个字呢 啊 两个敦煌版本的 这个用 用的字 用的字 呃 不一样啊 但应该是这种 应该是这个字啊 敬即如实 就是说啊 这个三句话 啊 不堪行 不堪 警 不 不眼不动 啊 这三句话的内容呢 就是应该这样子 集住啊 要这样集住啊 如实啊 就是如实的集住 就这意思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啊 子呢啊 这是这个记住的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记啊 敬即如实 所以这后面的几句话呢 它是一个前面的全部的内容的一个归纳啊 就是说 堪行 堪行 确实啊 仗道 淫缘 敬即如实啊 这样以后呢 就是一个 呃 归纳啊 啊 那 这个就是我们很多的佛经的 像无不大论啊 啊 他们的像这个 将法都是 都是这样子啊 所以呢 我们一看这个 这些字的时候呢 它是按照啊 就那样子的这个 规律啊 去讲的 那样 这样子 这样以后呢 我们很好 啊 集住啊 很好集住 先是一个框架 然后呢 啊 就是将他的一框框框框啊 最后呢 就是一个归纳 这样子我们很好记住啊 也很好理解 那这样子 那这三个三句话呢 对我们的修心的时候 是非常有用的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这个当中呢 慧能大师呢 也就讲了啊 尽己如实啊 大家要如实的记住啊 慧能大师也是这么讲的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 这三个是 呃 对我们的这个 嗯 这个修心的时候啊 辨别我们自己的修心的正和错啊 呃 对一个非常重要的三句话啊 特别的重要 呃 这个我们一般在 其他的啊 很多的将理论的这些佛经里面啊 是听不到的啊 就听不到的 因为他们呢 还不是一个石秀的 这个引导文 他们也不会 他们的很多的内容呢 也就不会涉及到这些方面啊 那么这个 我这个 谈经呢 呃 他就是一个 他也有很多的 讲很多的理论啊 但是呢 只只少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呃 左禅啊 第五聘啊 那他就是讲一个很具体的一个 呃 修法 呃 一个这样子的内容啊 所以这个这个当中就是有这些呃 内容啊 平时在其他地方呢 呃 很难听到啊 很难看到这些非常具体的啊 这些都是非常具体的 而且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关键的啊 啊 问题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然后呢 记住了以后呢 啊 到时候我们自己大佐的时候啊 就是要拥得上啊 就是要拥得上啊 这个特别重要 如果没有这些表准啊 或者是没有这些衡量的这个吃度啊 这样子的话呢 那我们大佐 呃 就是很迷茫啊 到底证悟了没有证悟了 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都不知道到底什么叫做证悟啊 那么有了这些亨量的吃度以后呢 啊 我们就知道了 现在就是自己的这个停留在一个意识的层面 这样子的话啊 那完全是没有没有什么证悟了 这就是不是不是在看清吗 那六度回能大师不要让我们看清呢 那我现在呢 嘴多也就是把心看得好一点 平静一点而已啊 所以就是自己可以确定啊 这个禅定实际上还没有脱离啊 这个时间的这个禅定啊 还摊不上啊 还摊不上这个证悟啊 这个时候呢 如果实在是找不到啊 可以稳的地方啊 那我们自己就可以确定啊 这样子非常有意义的啊 希望大家这个文字不多啊 背下来啊 也就就就几分钟就背下来了 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呢啊 这个里面的内容呢 啊 是很很很丰富的啊 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 好啊